她叫花却不是花 她的表面并不夺目 她的营养和药用价值却受到广泛关注 她出生于树林较为稀有 现代农业技术又让她在树林中繁盛起来 她就是郡中贵族灰树花 本期农广天地为您介绍灰树花的栽培技术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在我国 郡类品种繁多 开发培育的食用菌种类也不少 灰树花就是其中一种名贵的食用兼药用菌 在自然状态下 它生长于密林中岛木或伐木针上 形态优美 鲜品脆嫩爽口 甘品香味浓厚 风味独特 可以烹制成各种美味佳肴 据报道 灰树花还具有重要的医疗保健作用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灰树花的栽培技术 这片林木茂盛 有名立木茂莲莲花菇等 树多孔君客 树花树 灰树花种 与工厂化栽培灰树花相比 在林地自然条件下 打减遮阴棚栽培 虽然不能全年出谷 但具有投资成本低 灰树花长势好 鹤头大 出谷时间长等优点 那么这灰树花都有哪些特点呢 灰树花子实体看起来就像莲花 菌盖正面大多是灰色 深褐色 因此得名灰树花 菌柄分支就像珊瑚一样 菌盖呈扇形 边缘薄 稍微内卷 菌盖层叠成丛 整个子尸体一般高20至30厘米 直径30至40厘米 子尸体成熟时 菌盖背面会形成许多小孔 是菌管的开口 菌管就是多孔科类真菌 产生包子的地方 要想长出大个儿的灰树花 没有充足合理的营养是不行的 灰树花属于木斧菌类 菌丝在生长过程中 会分解栽培基质中的纤维素 半纤维素 木质素等 形成碳素营养 因此 碎木屑 特别是栗子树木屑 以及棉子壳 玉米芯等 可以作为主要栽培机制 为菌丝生长提供碳源 在栽培机制里 适当加入寒氮元素的辅料 如芙皮 玉米 豆粕等 能为菌丝生长提供蛋源 提高产量 有了营养机制 灰树花的生长 又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呢 灰树花的生长 需要核实的温度 菌丝生长阶段 温度在5-32摄氏度之间 都能生长 最适合的温度 在23-28摄氏度 当菌丝纽结形成孤雷 进入子尸体生长阶段 适合的温度 在12-30摄氏度之间 最适合的温度 在15-22摄氏度 除了温度 还要有合适的湿度 在菌丝生长阶段 栽培机制含水量 在55-65% 适合菌丝生长 最适合的含水量 在60%左右 空气相对湿度 在40-70% 菌丝都能生长 子尸体生长阶段 栽培土含水量 在60-90% 空气相对湿度 在85-95% 子尸体生长良好 灰树花属于 耗气性真菌 菌丝生长阶段 不需要氧气 子尸体生长阶段 要适当通风 给子尸体提供氧气 利于生长 灰树花在菌丝生长阶段 不需要光照 子尸体生长阶段 要有一定的光照 这个利膜对这个光照呢 需求呢 是一般是50到800 勒克斯之间都适合利膜的生长 在这阴棚里 光照在200-500勒克斯 生长出来的子尸体颜色 比较合适 灰树花的菌丝 适合在PH值4.5-7的 培养机中生长 最适合的PH值 在5.5-6.5 在这片林地里 古农们栽培的菌棒 是由贾欣语 和他的工人们制作的 贾欣语 这位30来岁的年轻人 从2007年开始 就进入了实用菌生产行业 就让我们去看看 小贾他们都是如何制作 灰树花母种 原种和栽培种的 母种制作 就是从灰树花子尸体上 提取一部分组织 放进室管里 在培养机上培养 培养好的母种菌丝 是用来扩繁原种的 菌丝的生长 需要母种培养机提供养分 小贾用的是从市场上购买来的 调配好的母种培养机粉料 按照说明书 加入啤酒 水煮开了就能用了 不过 加热好的培养机 要趁热 灌装在室管里 小贾用的室管长20厘米 直径1.8厘米 灌入的母种培养机 约为室管长度的六分之一 灌好之后 塞好橡胶塞 这些灌装好的室管 还要经过高压灭菌才能使用 将刚才做好的PDA室管 进行高温灭菌 这就是咱们所用的灭菌锅 灭菌的时间是在30分左右 灭菌的压力是121度 压力在1.1公斤 这样的话可以达到彻底灭菌的效果 灭菌之后 排进压力 灭菌锅内的温度降到了60摄氏度左右 小贾把室管拿了出来 要趁热 把母种培养机斜面做好 这些室管放在桌子上 与桌面形成了10度左右的夹角 斜面的长度大约是室管的三分之二 母种培养机凝固了 就可以在室管里面接种了 这些接种好的室管放在恒温培养箱里 温度控制在23至25摄氏度 湿度在60%左右 经过三天左右的培养 菌丝开始萌发 十天左右 菌丝就会长满母种培养机斜面 母种就做好了 栽培在山林里的灰树花 一般到了夏秋季 就会采收最后一茶 因此一般在采收结束之前 就要制作好母种 但大多数情况下 要到第二年才能使用这些母种 母种可以保存在5摄氏度的恒温保鲜箱里 保存期一般不超过三个月 不过制作的母种里面 难免会存在杂菌 再加上保存期较长 菌丝会休眠 活力比较弱 对于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从田间采一部分 那个子食体的部分 一定的组织放到室管里面培养 子食体上面的本来环境当中有杂菌 放到室管里面培养的 有可能也有部分杂菌 就要进行提虫 在接种好的室管里 菌丝生长面积 占培养机斜面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提纯工作了 经过提纯培养 就能获得比较纯的母种菌丝 制作好的母种 长期保存在5摄氏度的恒温保鲜箱里 菌丝处于休眠状态 活力比较弱 需要进行腹状工作 经过腹状培养 菌丝活力就能恢复 培养7天左右 菌丝就会长满室管 菌丝结白 而且浓密 没有别的颜色 没有像黄色的这种杂色 这样的菌丝呢 咱们就可以直接进行原种的扩发 小甲用培养好的母种来扩发原种 就是把室管中的母种菌丝 接入原种培养机中 通过摇屏 扩发出更多的菌丝 培养出来的原种 可以用来制作栽培种 小甲用的是液体原种配养机 也是从市场上购买来的 配置好的原种配养机粉料 按照说明书 加水调配好就可以了 液体原种配养机 要罐装在锥形瓶里 罐装好了 还要把它们放在高压滅菌锅里滅菌 滅菌温度在121摄氏度左右 压力在0.11兆帕 连续滅菌40至45分钟 灭菌好了 排进压力 冷却到25摄氏度时 就能把追星瓶拿出来使用了 这次的接种工作 小甲也是在开放式 超新工作台上进行的 在追星瓶里 接入菌丝面积 约3平方毫米的原种菌块 1至3个 菌块要浮在原种配养机上 盖好瓶塞 接种工作就完成了 接种好的追星瓶 拿到培养室里培养 培养室的温度在23至25摄氏度 空气相对湿度在50%至65% 放置1到3天 原种菌块周围就会长出白色的菌丝 小甲还要把它们进行摇屏培养 扩大繁殖 把追星瓶放在回旋式振荡器上 每分钟旋转150至210次 注意不要让液体触喷到瓶塞 通过旋转摇屏培养 菌丝成球状 散步比较均匀 密度比较好 一般经过4至5天的旋转培养 培养机里就会长出许多白色的菌丝球 就可以用来制作栽培种了 原种培养好后 就可以开始准备制作栽培种了 与原种不同 栽培种是人工栽培 而非自然野生的变种 所以技术源要从配料 灭菌 无菌操作 培养和助藏条件等几个方面入手 具体怎样操作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栽培种的制作 就是把含有菌丝球的原种 接入栽培袋内 扩大繁殖 当菌棒上长满了菌丝 就可以栽培到林地里出箍了 配置灰树花栽培种培养机 最好选用栗木屑 如果说咱们没有栗木原材料的话 可以选用一些硬杂 比如橡木 果木 而且越杂越好 这样的话 设计的营养成分的面会更广一些 调配栽培种培养机 它的能力该如何掌握呢 咱们的配比主要是 豆瓣占所有的原材料的5% 粗子皮是占15% 玉米芯是占20% 其余的全部由栗木萧 或者硬杂木萧 替代 把这些栽培料放在一起 加水搅拌后 培养机的含水量 最好在60%左右 可以抓一把培养机 用力握紧 指缝间有少量的水渗出 说明含水量合适 在培养机里 还要加入少量的生殖灰减度 边加边检测 当 pH值在8.5至9.5 栽培种培养机就制作好了 这些培养机还要分装在栽培袋里 分装好的栽培种培养机 一定要做好灭菌工作 可以放在矩形灭菌器里 用高压蒸汽来灭菌 高温灭菌是在121度 压力是在1.1 保持3个小时 完了以后自然冷却 把压力排进了以后 再出锅冷却 冷却到25度 就可以正常接菌了 接种时 也是在开放式超进工作台上 在灭菌环境下进行的 对使用的接种工具 手 栽培袋表面 都要用75%的酒精溶液消毒 每个栽培袋内 接入20毫升液体原种 塞上无菌托支棉 就可以搬进发菌室 进行发菌管理了 在发菌室里 菌丝慢慢萌发 一般经过40天左右的管理 菌棒上就会涨满菌丝 小甲的发菌室是用大棚改造的 棚顶铺了保温层 挡住了阳光 利于菌丝生长 在发菌室里 温度控制在23至25摄氏度 空气相对湿度 最好控制在40%至45% 灰树花的菌丝 一般要生长15天左右 才能看见 经过40天左右的生长 菌棒上长满了菌丝 顶端会产生一些黄水 就可以栽种了 对于这样的菌棒 小甲还建议 在发菌室里 再管理7天左右 等黄水附那个出现了以后呢 也不应不一定说 马上要及时的开大 可以稍微再等一等 等黄水吸收了 变成一种深褐色 那就是非常成熟的标志了 到地里 富土栽培会有一定的产量的提高 栽培灰树花 最好是在丘陵或者是地势较高的林地里栽培 有利于排水 灵下呢 栽培有个什么优势呢 在高温季节出沽的时候呢 可以利用这个树叶啊 遮挡阳光 起到个降温的作用 灵下的温度啊 比庭园的没有树林的温度啊 一般要低3到4度的样子 另外 还要避开能产生抑制性杀菌物质的树林 避免影响菌丝生长 这些菌磅在栽培时 对温度季节 又有哪些要求呢 一般呢 咱们说这个立膜入地的时间 就是说是 夜间最低气温高于5度 就可以进行入地 因为这时候呢 地膜也能上了啊 便于入地以后的菌丝恢复 栽培菌磅 一般是在冬季末和春季开始进行 栽培时间越早 菌丝生长时间越长 营养积累越多 产量也就越高 另外 已经栽培过灰树花的林地 最好隔一年再栽培 这样能够减少杂菌感染 在北京市昌平区 严寿镇的这片山林里 孤农们正在挖栽培棋 栽培棋要东西走向 棋的规格啊 是2米2乘以55公分 棋的深度是25公分 因为菌磅长度是15公分 摆下菌磅以后呢 咱们上来能复以10公分 这样呢 就能够有利于浇大水 挖栽培 10厘米以上的土和10厘米以下的土 要分开放 因为都是在林地啊 土壤这个表层的大概10公分左右呢 枯枝落叶比较多 有机枝含量比较高 但是呢 里面的杂菌含量比较多 深层数10厘米以下土呢 杂菌含量比较少 因此 10厘米以下的土 用来覆盖菌磅 减少杂菌感染 10厘米以上的土 用来做棋梗 堆在棋的四周 盖上一层塑料膜 阻挡雨水灌进去 这些挖好的棋 要在棋底撒上一层生石灰 再盖上一层土 做好杀菌消毒工作 这些撕掉栽培带的菌磅 刮掉带口干老的菌皮 就可以把它们排放在栽培漆里 每排五个 一个棋排入约100个菌磅 菌磅要紧靠在一起 立于菌丝生长连接 集中供给营养 长出大蘑菇 排好了菌磅 要盖上土 覆盖厚度两厘米左右 那么 什么样的土壤 适合栽培灰树花呢 相对来说 杀壤土既透气又保水 最适合栽培灰树花 如果是壤土 以及透气性比较差的土壤 可以在当地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 在土里加入一些沙子 增加透气性 沙土由于保水性差一些 再要有充足的水源 覆盖好了土 要浇一次大水 浇透之后 有些土层变薄和菌磅裸露的地方 再用土覆盖一下 让土的厚度在两厘米左右 然后盖上后草帘进行保湿 过三到四天 再浇一次大水 水渗透了 在漆面上放一些石子 这样能把长出的灰树花垫起来 比较干净 放完了石子 古农们开始搭建遮阴棚 遮阴棚高约50厘米 宽约70厘米 开口的一面要朝北 然后盖上一层厚约0.08毫米 白色或淡蓝色的塑料膜 再盖上一层厚草帘 起到保温 保湿 减少进光量的作用 铺上喷罐软管 盖下塑料膜 遮阴棚就搭建好了 在这样的遮阴棚里 光照一般在50至800勒克斯 如果用一张报纸放进遮阴棚里 能够看清报纸上的五号字 说明光照在200至500勒克斯 生长出来的子实体颜色比较合适 搭建好的遮阴棚 两边各留一个小通风口 就进入了菌丝恢复器管理阶段 栽培之后 菌丝恢复生长 继续分解栽培机制 积累营养物质 一直长到菌棒之间的菌丝相连 腹土层上出现白色的菌丝 这个阶段就是菌丝恢复期 栽培时间早 温度比较低 一般需要生长40天左右 栽培时间晚 温度比较高 一般生长20天左右就可以了 在此期间 要做好各项管理工作 这个阶段没有长出子实体 需养量较小 折营棚的两侧 只要各留一个小通风口就可以了 不过 从最早再被时间算起 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 夜间林地里的最低环境温度 低于5摄氏度 以及刮4级以上的风 要把通风口盖上 保温保湿 在菌丝恢复期 土壤湿度偏高和偏低 都会影响菌丝生长 一般土壤含水量呢 就说达到这个 60%到70%之间是最好了 看到土 一直是湿漉漉的感觉 抓起来一把土 用手捏能成团 松开以后呢 还不松散 放到20公分左右的高度呢 让它落到地上 自然还能散开 这个土壤含水量 大概在60%到70%之间 土壤湿度过大 可以把通风口开大一些 降低湿度 湿度偏低 可以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的时候 揭开塑料膜 打开喷罐设施 一般喷水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表面的水都渗入土壤里 就可以把塑料膜盖上 经过菌丝恢复期管理 当其面长出了许多白色菌丝 可以浇一次大水 连续喷灌10分钟左右 提高土壤湿度 通过浇大水刺激 一般经过3到5天 菌丝扭结 就会形成孤雷 就进入了出孤期管理阶段 菇类出现后 子尸体慢慢长大 一直长到灰树花 可以采收的时候 就是出孤期管理阶段 一般在15天左右 在出孤期 最重要的是喷水管理 喷水可以降低 遮阴棚里的温度 同时也能增加 遮阴棚里的空气相对湿度 最适合的空气相对湿度 是85%到95%之间 空气湿度怎么调节呢 主要是通过微喷水 喷水在高温季节 还能起到降温保湿的作用 早晚喷 正中午正热的时候 如果说温度超过30度 适当的喷 能降到五六度 当这因棚里空气相对湿度低了 以及温度高了 可以把塑料膜揭开进行喷水 水不要直接喷在灰树花上 连续喷水两分钟左右 每次喷水之后 不要马上盖上塑料膜 因为紫尸体上难免会有一些水滴 这时如果盖上塑料膜 容易发生烂箍以及病害 当紫尸体上没有水滴了 就可以盖上塑料膜 折叠出比均丝恢复器稍微大一些的通风口 给紫尸体提供充足的氧气 也能避免空气相对湿度过大的情况 经过菌丝恢复期 菌丝体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营养物质 进入出孤期 菌丝生长缓慢 土壤湿度管理就不那么严格了 湿度在60%至90% 就能保证紫尸体的生长 在给空气增加湿度 以及降温的时候 水分已经渗入了土里 一般不会出现湿度偏低情况 一般经过15天左右的出孤管理 菌丝背面产生了菌孔 就要及时采收 这时的灰树花成熟度达到了7成 口感最好 采摘时候呢 咱们就是两个手要插在这蘑菇底下 紧挨这地皮 用力把这两个手往里插 往去拖 尽量保持蘑菇整体性 采收之后 把残留的菇根从菌棒上剔除干净 盖好土 另外还要收大留小 小一些的晚几天再收 当一朝灰树花都采收完了 要把塑料膜掀开 三天之内不要浇水 三天之后浇一次大水 盖上塑料膜 利用干湿刺激 让菌棒再次进入菌丝恢复期 继续生长 经过20天左右 就会再次进入除孤期 一般一个棋能采收三朝灰树花 近年来 我国科研部门纷纷开展 灰树花栽培技术及产品开发研究 大大提高了灰树花的产量和产品附加值 许多地区开始组织规模化生产 灰树花作为人工栽培的高档珍稀品种 在国际上的市场地位较高 因此大力推动灰树花的生产 将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 提高人民生活和健康水平发挥积极的作用 好了 本期能往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